大家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主角異空轉身剪屏 在這部影片我會介紹 兩種型態主角的實戰後心得 我也會分析主角在現在環境的角色定位 以及相關的應用 先提醒一下主角在友情封印下篇能抽到 如果真的缺主角的話靠有抽就好 先看到戀化型態的主角 坦白說我覺得這次主角異轉的情況很特別 因為主角的造型真的超級多 如果沒看清楚卡圖的話很容易選錯 特別是孝恩 這卡圖相似度奇高 我故意把屬性框改掉 你們分得出來哪個是就是主角系列的孝恩 而哪個又是戀化主角系列的孝恩嗎? 因此我在攻略影片的影片說明 會明確寫出戀化主角這四個字 同時也會在註解補充卡片編號 戀化主角的對象設計 條件要求戰友也是戀化主角 但不限屬性 因此可以相亦屬性混搭 我覺得這個用法很難用就是了 如果真的要用戀化主角的話 戰友建議選擇同屬性的戀化主角 隊伍會有一個隨著隊長屬性而改變的抗性 以茉莉來說 隊伍獲得的抗性會是黏斧抗性 而火木光暗主角分別對應到燃燒、中毒、電擊與瘴氣抗性 其他能力會是共通的 入境轉強 E6直行的首批肉珠分別會是隊長與戰友的屬性珠 自身屬性珠兼具其他珠子效果 而且自身屬性珠的掉落率會提升為40% 消除隊伍成員的屬性珠時 還會有額外被攻並讓全隊的輸出無視攻陷盾 再來看到戀化主角的隊長技 只有自身屬性跟人類成員能知道倍率 還會依據消除的珠子數量提升隊伍的輸出 消除強化珠時會有2.2倍的額外被攻 還能減少40%被損傷 之後看到戀化主角的主動技知道CD6 隊長是人類的話會還原盤面 延長轉租時間至20秒還會多出3列的珠子 這3列多出來的珠子 會是固定位置的自身屬性珠與新珠 而且都會是強化珠 一回合內將入境碰到的珠子添加為人珠珠 還能讓自身屬性成員2.5倍攻 且輸出無視連擊香腾盾 10星以上時還能讓自身CD減3 而且異空轉身主角還有撐三圍的隊伍技 隊伍有3個以上的異空轉身主角時 他們的三圍技只會變成1.5倍 並讓他們的進場CD減3 這條隊伍技並不要求異空轉身主角的形態 因此可以戀化與幻化混搭 考慮戀化主角作為隊長的情況 戰友會是同屬性的戀化主角 此時隊員放一張幻化主角就能滿足這條隊伍技的條件了 主動技給的旁邊長這樣 隊伍技可以處理攻前盾 主動技可以處理連擊香腾盾 善用疊珠的話還能處理手銷屬性不相應 整體來說解盾能力沒有那麼優秀 因此會需要靠隊員去處理解盾的問題 如果不特別撐血的話 隊伍的死血會在12-15萬之間 不過頭尾隊長技都有40%減傷 因此虛血會在35萬以上 隊伍的平坎浮動很大 因為16直行會有露出效果 要輸出的時候 記得盡量讓16直行全消 個人覺得戀化主角算是不錯的隊長 如果有缺少對應屬性純色隊長的話 戀化主角會是不錯的選擇 之後看到幻化型態的主角 他們就沒有造型太多的問題了 而且他們的卡面也跟既有的卡面差很多 特別是茉莉的破黑絲 有夠色 幻化主角主動技是同一套模板 這邊以茉莉做說明 主動技CD5 會對敵方全體造成2000萬點的隨屬性砲擊傷害 此傷害無視敵人防禦力與強化盾 還會在一魂內凍結敵方全體 並讓全部的珠子兼具50%水珠效果 且水珠以外的珠子手消一消 炮擊傷害、兼具效果與手消一消的效果 都會是自身屬性或是自身屬性珠 控制效果就有點複雜了 以茉莉來說會是凍結 而火木光暗主角分別對應到 點燃、石化、電擊與獵毒 沒啦 安多的控制效果不是獵毒 而是明控 這是MH新引進的控制效果 我覺得在現在做這件事情 並不是很聰明 因為現在環境的敵體 有指定狀態外減傷100%中鬼東西 換句話說 玩家會有一種悲哀妄想 搞不好以後MH會出 明控外減傷100%錯球 當初的中毒與獵毒已經夠白癡了 現在又搞一個明控不知道在幹嘛 暗數的問題特別多 又是你 你最懶 換換主角的用法很直觀 就是超級強的輔助型技能 而且還自帶不錯的增傷效益 直傷、控場、兼具、手消一消 完全沒點到防禦面去 但輔助面做得很好 而且這招居然CT5 手消一消的效果是自身屬性主以外的主子 概念跟向羽主動機一樣 只是不能自選 這個效果是很強的解版器 考慮電話主角作為隊長的情況 幻化主角的技能組沒有任何浪費 甚至還能升任撐血與速攻這兩個任務 我覺得這個設計蠻聰明的 在講角色定位之前 先提醒兩個超級重要的細節 首先是主角的昇華能力 昇華能力2有給進場CD-2的速攻效果 配合三主角同隊時的速攻效果 就能讓他們的進場CD直接-5 再來是主角的專屬武裝 被動能力1能讓主角的CD永久-1 被動能力2則是能提供兩倍的擊傷效益 雖然是二星武裝 但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這個被動真的有夠頂 電話主角CD-6 幻化主角CD-5 讓他們裝備專屬武裝的話 電話主角會變成CD-5 而幻化主角會變成CD-4 其中電話主角的CD是比較重要的 畢竟這樣子配合昇華能力與速攻隊伍技 就能讓他們進場直接跳 再來 煉化主角的主動技自帶加速效果 10C以上時自身CD-3 這個條件非常寬鬆 跟無條件沒什麼差別 CD-6的技能條件CD-3 因此會是條件CD-3 配合專屬武裝的話就會是條件CD-2 換句話說 考慮雙隊長都是煉化主角的情況 頭尾的主動技就能無限開了 再來看到主角的角色定位 剛剛我有說煉化主角是不錯的純色隊長 考慮主動技可以無限開這件事情 基本上不用太擔心輸出方面的問題 不過煉化主角的主動技 也不是所有對局都適合 這招的設計跟客魂非常類似 問題也跟客魂非常類似 首先煉化主角主動技會還原盤面 因此碰到交互出敵技值要改開其他技能 再來煉化主角主動技的微鍵效果 會讓我們無法發動角色珠 因此碰到角色珠地形敵技值不能開 也不能靠羈絆器加速特定成員 當初我有講過 這種微鍵技能有個小技巧 就是可以放著不動 這樣子會讓微鍵的盤面被浪費 但左上角的狀態能保留 其實主角也能用一樣的小技巧 去偷主動技的2.5倍增傷與結盾效果 這樣一來也能靠其他產加護的主動技 去克服加護珠敵技的問題了 整體來說主角的問題會比客魂小一些 因為客魂給的盤面是無屬即興強化珠 但現在環境的恩屬盾 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愛複合加護珠敵技 而且龍類目前還沒有可以自產加護珠的卡 因此客魂相較於煉化主角來說 碰到的問題會比較嚴重 畢竟煉化主角能處理的盾 是連擊相忍盾與首效屬性不相應 這兩種敵技複合加護珠的頻率 很尷尬的東西 我覺得煉化主角的微劍效果價值很高 更別說微劍效果給的盤面還是固定的 所信煉化主角的還原效果要求隊長是人類 換句話說如果讓孝恩去拿破崙打工的話 就不用煩惱還原盤面的問題了 微劍效果可以處理全板結界地形 也能處理大部分的灼熱地形 畢竟只有極少數的灼熱地形敵體 會讓灼熱地形延伸到多出來的三列去 除此之外最近還出現了全新的作球方式 就是同種類34噸 上禮拜的微藍色境外探索就出了這鬼東西 火屬30字盾 而且也要求手銷 以5x6的盤面來說是做不到這件事情的 勢必要靠微劍技能去處理 當然要靠三呂布這種特殊解法也可以 這東西目前只有出過一次 然後就被罵翻了 不確定只有會不會繼續出 以火屬30字來說 孝恩就是個很好的選擇 本來的盤面只要有6顆以上的火珠 配合孝恩給的9顆火珠 就能手銷3足火十字了 當然其他的微劍技能也可以 只是你要想辦法讓8x6的盤面有15顆以上的火珠 我個人是配合西枝克利夫的主動技啦 這樣子能讓路徑變得更簡單 相較於還原盤面來說 微劍效果會碰到的障害小很多 因此如果讓烈化主角去非人類的隊長打工的話 這招會是非常好用的主動技 如果要處理連尼香的盾跟手銷屬性不相應的話 能用的選擇其實非常有限 煉化主角就是個很棒的選擇 他們甚至還能一次處理這兩種盾 更別說這招還自帶自身屬性2.5倍功的能力 甚至還自帶加速效果 因此會是條件CD2 是真的能開到手軟 不用擔心跳不起來的問題 只怕他們過老 幻化主角相較來說就沒那麼亮眼 給他們裝備專屬武裝的話會是CD4 基本上只有在關卡非常適合的時候才會考慮他們 對於牛棚齊全的玩家來說影響不大 但對於牛棚沒那麼齊全的玩家來說蠻重要的 畢竟一口氣補了4個現在環境需要的指定狀態 這次主角一空轉身的規格我覺得非常大方 特別是煉化主角 雖然我說他們是不錯的純色隊長 但其實他們也可以組人類隊 畢竟隊長系的倍率能讓人類吃到 但如果要組人類隊的話 就要跟那些超級熱門的合作卡競爭 除非對主角有特別的喜好 我對煉化主角會以純色隊為主 我覺得煉化主角是超級優秀的隊員 也是個不錯的隊長 以我個人來說 絕大多數情況 都會看到我讓煉化主角去其他隊伍打工 基本上只有純粹成就 才可能看到我用茉莉當隊長 以上就是我對主角異空轉身的想法 下部影片的主題會是 宇宙序章 前人解放簡評 上篇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在下部影片見 說再見 我們在下部影片見 拍照 我們在下部影片見 拍照